暴风雪袭击美国中西部和东部地区 积雪厚达15公分高 也造成了全美很多航班延误 而这波寒流持续发威 预计美中和美东地区 还会出现冬季以来的最低气温 今天户外不仅飘起了雪 温度很低 而到了下午 路面上的积雪已经有厚厚的一层 而未经清理的路面显得格外湿滑 不论你是开车还是出门在外 都要格外小心 随着来自北极的强劲寒流南下 今天大部分纽约地区降雪 累积达两英寸 空气湿度高 冷湿气候让生鱼亚热带的民众吃不消 温度又降到了摄氏零下七度 华步小商家生意冷清 比平时减少一半以上客流 预计明天晚上最低温度摄氏零下12度 与去年最低温摄氏零下15度相差不多 也有不少民众演绎冷冬时尚 装扮得保暖又漂亮 来自德国的小伙子大呼选对了鞋 双脚好温暖 美国中西部一阶地区的降雪厚达6英寸 造成交通阻塞 全美各大机场相继出现航班延误 新唐人记者成意松生化纽约采访报道 新唐人记者成功